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 如果一個人不開心呢 就算是他得再多的獎 掙了再多的錢 那他還是不開心啊 對不對 你果然什麼都不懂 是 我是什麼都不懂 但是我知道 學長的爸爸 當初教學長畫畫的時候 一定是因為 畫畫開心才教你的 對不對 對 不如 我們換個方式 不打草稿 麗加索不是說 他終極一生都在學習兒童話嗎 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 什麼都不會 好 我 我 學長 你笑起來真好看 你以後要多笑一點 好 終於姐 終於姐喝點水吧 不介紹一下 她是我的學妹 李承茵 這個 是我們的作業 行為藝術 你這麼晚過來 有什麼事嗎 待會兒有個局 都是一些圈裡的前輩 想要帶你去介紹認識一下 我想都是圈裡的人 這點小把戲 他們應該可以理解 不過就不知道小妹妹 願不願意去了 去的話 會對學長的前途有幫助嗎 當然 我當然願意去啊 下次再說吧 都是圈裡的一些大腕 這次錯過這個機會的話 就不知道還有沒有下次呢 去吧學長 我保證 不聽不看不問 絕對不給你添麻煩 絕對不給你添麻煩 哎 學長 我第一次來這種地方 你來過嗎 嗯 嗯